OK 能看到我的画面吗 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局复盘呢 这一般是来自电压欧尼亚的白金分段 我玩的是人马 对阵的是脚跃 正常如果对面中野双AP的话 我们这个小符文可以带一个魔抗 但是你带生命值 带护甲 带魔抗 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决定游戏的胜负一般不是这个 一般是我们打野的一个思路 符文天赋的话我们前面有强调了 如果对面很灵活 比较脆的话 相位猛中 如果对面比较肉 比较笨的话呢 征服者 看局势决定 负息就无脑出这个就可以了 再把我们选择一个常规的双人路开 难开 速四的基本功我就不讲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细节 正常快进跳过了 二级学W 如果对面是凯颖啊 盲森啊 暴女啊 千诀啊 二级可能会来偷我们蛤蟆的话 把这个神剑给留着 如果不怕的话呢 直接早一点教程 触发我们的灵光屏风加迅捷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移速 伤害也会更高一点点 但不会高多少啊 这看大家自己喜欢了 有的那种雷克赛三级 也会去反我们的buff的那种 如果你怕那种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成绩留到红buff的位置用 只要你能正常速四就OK了 然后我们这边是看到对面的角力 往上面靠了 所以我们打这个红buff的时候 一定要往草冲里面靠 这个时候心里面你就要先想到 如果角力过来我要怎么应对 比如说我想到了 如果角力过来 直接开击跑跟他打 他打不过我的 我们前期有那个灵光屏风是比 是比征服者还要厉害的 而且我们是有击跑的 没击跑的话打不过的 但有击跑的话是很强的 不要虚 两级Q加到这个三层Q 全部叠起来是很离谱的 接着这里我看到对面武器了 三层Q 花终点三层Q 但是我现在是打不死武器的 武器如果直接选择交闪性 或者挑个眼走的话 百分之百杀不掉他 百分之百杀不掉 不过可以拉扯 他这波没有留意 他异技能这样交 所以我再踢出这一瞬间 一瞬间急跑开出来了 我知道这波他必须交个闪先 他必须交个闪 他不交闪他这波必死了 我在这里都已经放了一个眼位了 就等他跳不跳过去 他也没交闪 他省技能了 然后我们可以挂一个点燃 对面的角力交个闪 我们再跟上来 有急跑的移速加成是非常夸张的 开翼 把他往塔外踢 靠近塔外 然后再出来 就是把他当一个跳板 这波一个头一个助攻 很舒服的开局 再把上和谐一吃 回家 前期一定要优先和伤害装备 不要和CD鞋跟那个什么女神力 如果我和CD鞋跟女神力 说实话 四级同等级的盲生 出一个1100的巨石短臂 他掉打5 掉打 下和谐被对面脚一收了 那就拉倒吧 现在我们下路已经死了三波了 确实是比较难打的一个下半区 那就不打了 刷上去 再上半区打架 再上半区搞事 不要急 刷第二个圈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像我这样的 继续刷就好了 打一个事业果实 开翼 穿墙 踢过来 5分钟 44个刀 44个刀 这里有一个技巧 就是我当时在打那个石头人的时候 因为我想抓一波对面的上单 想抓一波对面上单 所以我当时Q的时候留了一只小的石头人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去Q 人把去Q是很关键的 Q技能提升上来不仅加上来 还加我们的CD 看到对面打野 开一走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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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两次Q了 再提出来这一脚 这波有一点可惜 被对面的武器听到了 不然是有机会双杀的 然后我想去追对面的武器 我以为他没有闪了 但他这波还把闪交出来 后续在追对面的角落 是追不到了 有点可惜 有点瘫了这一波 但是问题不大 回家 更新装备 没有什么机会 如果说下路是军事的话 这波我们可以抓这个压线的下路 但是我们家下路现在天波 已经死了4波了 0钢4了 那我们这波抓下的话 二打三说不定还打不过 而且角落的下半区也刷了 所以这波抓下可能是3v3 直接把我们带波 所以 在这种局面的情况下 别着急抓人 先稳住发育 记住了 别着急抓人 前期我们抓不到人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稳住发育 等到我跟你讲的90的机会之后 再出手 90的机会 或者说无损时间 可以尝试待节奏 但是我们家也去马上要刷了 所以刚才我是不敢抓下路的 这里是7分钟50刀到6级 抓一波对面的中单 压线 半选 这没有理由不抓的 这里就是我跟你讲的90的机会 如果刚才我去抓那个560的下路的话 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走位扭一下 我本来以为这波直接秒了 结果他开了个屏障没杀掉 那这里就在开大招 这就是我说的 省大招 一定要省大招 把大招给养成一个习惯 不要随意的教你拿 别把大招拿来打输出 我这里就想到角落的想法了 拿他当诱饵 过来找角落 我就知道 直接开机跑 因为他没有闪嘛 他第一波把闪交了 所以这波看到他一瞬间 直接开机跑把他踢出来 这里我们家中单其实不该上来的 他还往上面靠了 被对面角落给杀掉了 然后对面角落刚好升6级了 这里细节其实也蛮多的 就是想着拿我们家的中单 当这个诱饵来勾引他 我炮车也没有次 留给他了 然后看到对面角落 所以直接开机跑 机跑出来之后 踢回来 踢回来 我们家的这个中单被他杀了 他升6了 立马开W W同时惩戒小兵 因为是在我们W的范围以内 造成的伤害 所以这个惩戒是可以帮我们回血的 而且回血的同时触发我们的灵光披风 一速加成 打过了 差点出问题 他这么刚好升6级真的挺尴尬的 下半局没有F6那就拉倒吧 我把他杀了之后 我身上的红刷了 所以我身上是没有红的 这里是当时差一点钱 所以我们先把魔踪给叠出来 魔踪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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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没机会就像我们这样刷也 那没办法 下半局打不了 那我就不打 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游戏啊 是要会避其锋芒的 不要不要在前期强行的去打架 千万不要去下路打架 现在打架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给抓崩子 要等到我们人马的强势器啊 比如说有急跑啊 有阿呀那种时候 我们再找机会 这里又捡到一个人头 很舒服 这一局其实前面下半局打不了 就一直在他上半局抓人 更新装备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灵性猎手 我强调了 所以我们的女神类 基本上在不死亡的情况下 九分钟十分钟就能叠完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先把新石的节奏打出来 然后再合这个女神类的 这波挺尴尬的 我这波有失误的 这里我是第一时间没有开阿 因为我能追到他 但是后续我发现他伤害好高 他伤害好高 差点把我秒了 而且我这个阿没有恐惧到的 如果这个阿能恐惧到他的话 这波是有机会双杀的 新石出发加上我八级 打对面六级的角月 是有机会双杀的 有点可惜啊 没有把他秒掉 就是这一波角月刚好在啊 很难受 有点无奈 没躲掉他的那个击飞 所以这把其实失误也蛮多的 失误蛮多的 这波也有技巧 像我们打什么吸血鬼啊 什么剑击啊 他没有那种关键性的格挡技能 武器这些啊 到他脸上再开E 因为E技能可以持续4秒钟 像现在这样子 WQ一下往外面拉 然后等到他的E技能消失之后 再提他 一个小技巧 就像竞技W也是一个道理 等到那个技能消失之后 再提他 机会其实是有很多的 只不过说 你像下路这种现在天崩的局 我们就没有办法下去帮他了 我们人马在合出新石之后 其实是有很强的战斗能力的 小规模团队是非常夸张的 像这个零星猎手 让我们的新石从6秒变成4秒一个 这不仅仅只是减少了2秒钟 给我们提供护盾 还提供移速加成 移速对人马来说有多重要 就不用说明了 这里我是看到对面中单残血 我也想杀他一波的 靠过来E技能 我发现追不到了之后 就直接开机炮了 如果他队友不来 这波其实也能抓死他 也能抓死 因为我大招快好了 但是脚跃也来了 辅助也来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这两波抓中的挺无奈的 刚好对面脚跃也在 然后对面又有人也在 所以这两波死的有点难受 但是问题不大 慢慢来 这种烈士局 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心态 如果你觉得技了 玩不了 那就只能下一局了 这波也是虚Q 虚Q 拿这个小野怪来叠Q 一定要养成这种习惯 三层Q 那这波就算后面还有人在 我们也能打的 一二踢回来 开QA 直接一个成绩 一定要养成去Q的习惯 不要小看这一点 这边是因为下路完全炸了 所以这个先锋只能给上半区了 我们拿不了小龙 因为下路崩了 所以不要有那种 侥幸心理去拿那个龙 那就直接上来 把先锋拿了之后 上路找一波机会 在14分钟之前 把上台给拔了 这个等于是我帮了一个优势路 解放了他 但是我们队友玩的好不好 那是另一回事的 就算我解放了他 他没有带出什么节奏了 最起码我们拿到了经济值 杜城 一塔 也好过对面下路 把我们的一塔给拔了 然后开始游走了 打不过他我就反向 反向 离他远一点 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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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野 刷野 反野 打不过你我就刷 不管是前期还是中期 一定要明白 能刷起来 这就是一个好人嘛 这波也是很可惜 我在想 如果对面没有人 这波是可以杀他的 但对面又来人了 死了三波都是抓对面的这个中单 他保镖真的太多了 真的很烦 小野直接腰带开啊 死了 很难受啊 但是没关系 慢慢来 保持好心态 不要急着 鳄鱼这波意思 基本上三路上路军事 中下天崩 而且武器这个英雄 发现起来也很难搞 还是养蝶Q养成习惯 中期这个阶段 一定要明白 烈是绝 做什么都可以 除了打团以外 做什么都可以 烈士局千万别跟着队友抱团 抱团就直接寄了 我们现在是我1v1大于任何人 但是如果是5v5的话 我们绝对血崩 绝对血崩 玩不了的 我的魔咒还没有合出来 要知道你的装备强势器啊 你的急跑 你的大招那种强势器在带节奏 不着急 慢慢来 对面这把中期其实挺稳的 真的挺稳的 我想过来都没有机会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失误 就是我当时想去Q这个小兵 鼠标不小心点到他了 就是我想点这个位置 然后过来Q小兵了 但是我鼠标点到之后 我的一技能就直接踹出来了 而且我看到派克 直接开机跑 不要犹豫 现在不能死了 现在再死的话 可能就直接掉一个高地 或者说直接崩盘了 所以这种时候不能再死亡了 对面在上面 把我们家的鳄鱼给杀了 那我就离他远一点 离他远一点 翻一关 翻一关 如果有机跑的话 这波其实可以在下路蹲他 我知道对面的辅助跟ADC这波来了 我信号打死了 那对面如果抓我们家 EZ的话 这波我有机跑 有R是可以蹲的 但我没有机跑 那我不敢冒险 那就拉倒 等我有机跑 有R 有魔咒的完全体 我再找机会 除非你们给我特别好的机会 没机会拉倒 你看这些资源 这是第二条龙了 让 没有理由的直接让 没办法 只能让 这一波也很难受 打不过武器了 现在已经打不过武器了 武器这个英雄翻译起来 都是这样子的 哪怕我是两件 他只有一件 也打不过 已经在尽可能的拉扯了 这里被小车筒卡了一下位 然后开大刀立马拉开 但是对面的辅助 穿墙过来 把我给秒了 很无奈啊 很无奈 就是每一波对面都是有人的 所以我们在前中期发育的很好 但是 经济值装备也只是一个军事左右的状态 这一波是一个有机炮有R的一个强势器的一个点 所以要抓机会了 一定要明白人马的强势器 机炮加R 这个就是强势器 没有这两个技能的时候 一定不要抱团 很容易害死自己的 直接开机炮 EWQ 省界A 我本来以为这里应该能差不多把他秒了 结果生意识全让他跑了 如果这一波把他秒了的话 我的机炮会加时间的 那这波是有机会全杀的 有机会把这个跟辅助全部都杀了的 后续这里也很难收 想再打的 因为我杀了一个辅助 但是对面的角跃 补气 全都来了 对面这把人真的来得很快 你看 来得真的很快 每一波我打起来就是100个人的那种 很离谱 然后我们的中单跟我们的下路是属于那种 烈士局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那种 但是没关系 记住了 先保持好心态 我一直都明白 等我的魔踪 等我的魔踪 这段时间就是疯狂的刷钱 凑魔踪钱 辅助死了 没办法 管不了他 刷刷刷 哪里有钱去哪里 哪里有钱去哪里 先把魔踪叠出来 魔踪叠出来就有机会 如果这个版本人马不合魔踪 而是在第三剑和那些什么 死亡之舞或者 青龙刀的话 买不起的 真的买不起那些装备 太贵了 太贵了 魔踪是我们在后期 可以打动C位的一个 很便宜的一个装备了 很便宜了 真的这个装备 队友被啥一点办法没有 真的一点办法没有 这里对面的辅助浪了 被我们抓到一波机会 所以我的钱够了 直接回家和魔踪 而且这一波是急跑 还有30秒CD 然后这波团战很关键的 打了一个多打扫 这也去徘徊 你记住我的切入位置 都是尽可能去找那种 侧面或者后方 不要站在正前方 这样是你的意识能踢到人的 侧面后方最好是绕后 然后是侧面 实在不行再走正前方 但是如果我只能从正前方进去 我一般都不会进了 因为我正前方 我的意识踢不到人的 踢不到人的 团战的切入位置 然后我们的一个进场时机来说 最好就是第二波团 第二波团开起来后 这样是最舒服的 但是这把除了我能开 没有人能开了 其他人都进不去 所以我只能自己开了 看我的切入位置 侧面或者后方 侧面或者后方 像这个位置 这波一定要打一波了 再不打的话 武器把下路带过来 然后对面ADC到中路的话 就形成一个分带了 那我们就没法玩了 所以这波是一定要拼的了 穿墙 EWQ 有了魔动之后 伤害是非常高的 直接R 起手 控住他们家的大嘴 大眼 然后把大眼给秒了 接着机跑加一速 他们ADC这波不在 所以这波可以直接开了 如果ADC在的话 这波可能会稍微难打一点 但是我觉得鳄鱼在 应该也能打的 接着直接开始抓大龙 他们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武器下路系还没带过去 ADC也还没到齐 然后他们在人没到齐的情况下 没有去提防我的位置 觉得我的装备一般般 觉得这把随便赢了 然后就在中路那个位置 被我给开到了 一旦开到 那肯定就随便杀了 大龙拿下来之后 如果说是军事变成优势的话 这个大龙拿下来 就要开始打55了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优势 我们还是劣势 你看经济值系统能看得出来 经济值全部在我身上 队友是没有什么经济值的 装备等级都是被碾压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 还是别着急抱团 还是别着急抱团 还是要找机会 以抓单为主 比如说 这一波你看队友跟他们打起来了 然后我再过来 从后面绕过来 打一波 一波拉扯挺漂亮的 这里给你看一下 一个人马熟练度的一个体现的 这波拉扯挺漂亮的 但是很可惜没杀掉 WQA出发相位 往后面拉 他插一个眼勾引一下他 然后再往后面拉 他晕不到我 晕不到我之后 EQA 出发新时往后面拉 这里我躲不掉了 所以他开大的时候 我们也立马开大招 规避他的眩晕 把他给拉扯开 如果对面的大眼不在的话 后续这波EQ过去就把他杀了 但他有闪现 所以没杀掉 如果大眼不在的话 这波是可以硬追的 但是大眼在我这波不敢硬追了 包括后面对面有没有人 我都不敢确定 所以这种情况下 别浪 别急 我在没有急跑的时候 打团不是完全挺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更新装备 其实如果 军士或者小优 或者小猎的话 一般 一二三 后面就直接合肉了 什么王者的板甲 自然之力 蓝盾 兵心 复活甲 乱七八糟的都可以 死亡阵五跟青龙刀这两个装备 他并不是一个 值这个价格的装备 但是我这把钱很多 而且我得靠自己C 所以我就必须得合那样的装备了 没办法 没办法 他把闪交了 那这波就算了 等下一波机会 不过 他在装备 他看不起我在装备 他不知道我的伤害 开E 走位 靠过来 后面好多人拉倒 等下一波 只要感觉机会不好 就不要着急 但是这一波 三个人凑到一起了 直接一个大招过来 晕到三个人先秒一个 而且对面这波 你会发现一个重点的 这几波打团 对面武器都不占 而且对面ADC也不占 就是他们都会少人 但对面非要上来跟我打 他非要上来装备 非要上来浪 所以导致他们会出现这种 被我们给翻了的情况 一定要明白 烈士局的时候 打少人团 不要在对面55的时候 跟他凑上去跟他打 那就是在做死 把线推过去 直接踹他 直接踹他 不讲理了 现在伤害已经很夸张了 不跟你讲道理了 你没有闪现 你有大招 有治疗都没有用的 直接秒了 只要你没闪 就直接秒了 先往外面拉张 队友扛 星石 这个一键的CD真的很快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等级上来了 等级就是最好的装备 一旦有了等级 我们就很好杀人了 这局下位猛冲 这里很尴尬 我想去搜那个兵 很无奈这一波 这一波是 这个小兵 我想过去Q那个小兵 然后最后一发Q 没Q到 这里没Q到失误了 接着我就回去了 回去Q的 瞬间对面辅助来了 给我秒掉了 但是这个无伤大雅 也算是运气好 如果说小龙现在还有20秒都发现了 那这波龙魂就给对面了 那难度就会增加很多了 也算是我这一波 这波是我这一整局 最浪的一波了 最浪的一波 如果说这个小龙给了他们 龙魂后面很难打 但是好在我复活之后 龙魂是来得及的 接着看一下我人马 而且这一波我们是买药了 可药了 你如果不可药的话 这波数里就寄了 龙魂给的基本上就寄了 还是老道理 先叠Q 叠Q之后你看我们的战斗力 17级 基本上已经完全成型了 先叠Q别着急 先叠Q 然后等机会去TC位 不要把伤害给到武器 打不死武器的 他这里漏了一个人 直接把他秒了 你敢漏我就敢直接秒 跑不掉的 接着 ADC在这里 他们战场分割了 他们家的队友在这里 ADC在这里 那这波就很好打了 一个R 这个R虽然没有R 但是没关系 靠近他就可以了 把他ADC秒 你看我打的ADC乱杀的 杀他就是这样子了 不要拐武器 去打他C位 打他C位 你看一脚直接半关系 人马就是这样子 我装备曾经之后 我就具备那个carry的能力了 所以低分局 只要你的实力是碾压的状态 你打低分局 玩人马是可以除那些 很贵很离谱的装备的 有一段时间 我玩人马 我是直接新石 后面我第二件 女神类 然后第三件 是直接和那个九头蛇的 因为那个装备炸鱼特别好用 这里55团基本上就打过了 但还是那个关键点 最好等我机宝好了再打55团 没有机宝的话 55团还是容易出问题 然后我们这一波是直接开大楼的 因为没办法不开了 18级加6神了 再不开的话 拖到后面 我的上线就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如果对面这把会玩的话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放大楼 守塔 等我们的装备上线到达时间之后 稍微等个5分钟10分钟再打 因为人马大后期不厉害 人马是前轴后期厉害 大后期不厉害的一个英雄 这波队友也立功了 有作用了 真的拖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家队友终于有作用了 拖住了对面的双C 然后我们这边把武器给秒了 把武器给秒了之后 后续追击就好打了呀 盯着他C位 盯着他C位 他没DC这波都不敢上来 我这里一直在留阿找对面的DC 这里千万不要开阿去救我们的队友 如果把他救到了 但是对面DC过来了 可能会导致我们杀不掉 所以一定要留技能去杀对面的C位 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了 玩人马你要省阿 别把人马当做一个打伤害的技能 因为我装备很好 所以直接把大龙抓下来了 到了后面 有机跑 完全体了 这就是完全体了 你看我装备 其实这两件真的很贵了 但是没关系 只要有一波机会 比如说 现在这种漏了 直接死了 机跑直接开起来 一脚踢死 踢死后找人 只要我看到哪里有人 我就直接去哪里 成绩也减速 大招过来 把对面的C位给秒了 别打肉 一定要把输出给对面的C位 直接秒了 这上一次非常夸张的 Q型的C率快的离谱 后续就剩一个武器 也能表得秒了 烈死局不是打不了 最关键的是心态 憋到我们的强势期 比如说魔咚叠出来了 或者说在中期的时候 我强调的避开团战 还有团战的一个进场时机 多打少 而不是跟对面打5 如果对面真的5 全部推我们中路 一点机会不给的话 那说实话只能下一局 但是基本来说 大师局一下都会给机会的 比赛都会给机会 更不用说普通的路人局了 是吧 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道理吧 保持好心态 如果你心态崩了 其实你是很烦躁的 你是没有那种耐心 去做那种稳定 稳住发育 慢慢打架的那种 没有的 而且这种局 如果输了的话 也很伤心 所以如果你们感觉 这种局真的赢不了的话 说句实话 早一点下一局 不是坏事 真的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你这一局 打了一个小时 打了40分钟 然后你被翻盘 你本来差点被翻了 你对我挂机了 然后输掉了 很影响你下一局 很影响你后面上分 那个心态的 明白我意思吗